春节假期过后,郑州经济发展正在强劲复苏 中兴社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多家重点企业的复工复产 在郑州高兴区,一座12万平方米光伏绿色工业标准化厂房内 年产50万吨超映3C材料、军工、航空航天及汽车用铝生产项目的工人们正在操作机器 把铝水驻扎成铝板,然后通过智能小车将一捆捆炸好成卷的铝材送到指定位置 这个工作是驻扎,驻扎就是从原材料和铝水铸造成铝板 公司主要生产是铝板代搏,然后应用的话是汽车、轮船、航空航天 咱们的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泛,远销国内外像东南亚这些地区我们都有客户 核心产品就是汽车的四门一盖汽车板,用铝板来代替原来的材料的话强度五边,减轻了汽车的重量 李赵介绍,受到此前疫情影响,目前生产任务也比较重 我们在春年期间,工人也是全员在港,然后达到满复合生产 为了咱们第一季度的开门活,我们也是全力生产 除了传统产业,近年来,郑州抢抓国家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引进了一批重点项目 在郑东新区,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与服务提供者的超巨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自2021年11月5号落户,短短55天后,超巨变郑州产线首台服务器就成功下线 经营上希望在22年的200多亿的基础上,能够跨一个台阶到300亿以上 因为我们对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 要加大研发的投入,第一个是面向于基础科学和黑科技的一个的研发 第二个是面向我们的客户和伙伴的一个生态的研发 为加快推动河南产业转型升级,助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占地约1690亩,总投资约123亿元的郑州昆蓬软件小镇 目前项目全部117栋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全面建成,已签约48家科技企业 昆蓬软件小镇建成以后,将有效吸引承接全国的高端科创资源 让更多的本地企业从科技创新中受益 真正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部崛起,中原更加出台,做出新的贡献 构建出河南人自己的数字经济新标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